台湾个别政治人物的言论毫无道理 对联合国大会涉台问题 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 我愿再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事实 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不会改变 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 反对台湾的态度不容挑战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坚定不移 第二 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 政府兼国际组织 1971年通过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 已经从政治上 法律上和程序上 彻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联合国系统 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秘书处 任何涉及台湾的事务 均应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联大第2758号决议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 根本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 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 联合国和广大会员国均承认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充分尊重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 第三 联大第2758号决议 体现了国际公认的法律事实 白纸黑字 不容台湾当局和任何人肆意抵赖和歪曲 任何形式的台独之路都不可能得逞 台湾个别人在国际上炒作 这一议题 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挑战和严重挑衅 是对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公然违反 也是典型的台独言论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这一言论在国际上也注定不会有任何市场 我们完全相信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反对分裂 实现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一定将继续得到联合国及广大会员国的理解和支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